乔哥 你注意这点 宝贝 让哥哥好好疼疼你 这可是风思雪的屋 这要是被他发现了 那怎么办 撞见就撞见 就是在他屋里做 那样才刺激嘛 好坏 来 风思雪 干什么 小姐 你听我去 小哥救我 喜欢浪狗 早知道我爹当年 就不应该救你 宝贝学 宝贝学 我警告你 陆娟肚子里的孩子 要出了什么事 我饶不了你 都有孩子了 和那狗在一起挺久了 张琼 当年你一个穷学生 要不是我爹可怜你 提前你去经商 你以为你在南城上 就会有今天这个地位吗 你胡说什么 我这些年我也很努力的好吗 努力 就你那个脑子 要不是我爹跟现任都军交好 没有都军的人脉和资源 你以为你那个破步桩 能开得起来 方思雪 我警告你 明日就是你我成亲时日 你不要把事情搞大了 还成亲 我们俩已经结束了 退婚 方思雪你 乔哥 这可怎么办 放心 我有的是办法收拾这贱人 方思雪 方思雪 真是瞎了眼 居然看上这样的东西 这里是 我怎么会在这儿 你 你是谁啊 不想 就闭嘴 好浓的血腥了 你不透了 我照错 一向不满 都得这么厉害 是初 真敢从我手里赌枪 你是女人 有意思 叫什么名字 回到我 李村华 只要你帮我继续 我不会白咬你的 女人 该死 不管你是谁 我一定要把你找出来 碎石万段 方思雪 个贱人 明天就要以我澄清 今天就忍不住 来这里调脚官了 是吧 你这个由我们 没得见东西 你爹送你去一样学校 你就学了这些是吗 张乔 都是你算计好的 我根本听不懂 你在说什么 大家都看到了 是他方思雪 给我戴绿帽子 我张家 与你们方家的婚言解除 我要退婚 张乔 你抽标脸 够了 咱们都被抓进去了 你还在这丢人现眼 什么 你说爹怎么了 咱们家的货船上 被查出了大烟 你爹就被抓进去了 我不活了 我没法过了 这可怎么办呀 不可能 你这辈子最狠大烟了 怎么会 哎呀 那谁知道呢 这大烟的利润这么高 方叔 没准备财迷心窍了 也不是不可能 张乔 你献口呸人 方思雪 你别急着打我 告诉你 你接下来的糟心事 还不止这一件呢 张乔你 方思雪 你这是个糟糕心 现在先解决爹的事 怎么 赵都军那边怎么说 还赵都军呢 这几日 墨家军攻定南城 赵都军 怕是已经逃窜到省外去了 现在整个南城 由新都军墨厅云说了算 谁还有空怪咱爹 我问过警局 他们说保时机 最少也有五千大烟 可是咱们家算起来 最多也就两千大烟 我还不如冲死在这算了 既然由新都军说了算 我就再去求他 我一定会想办法 走 大清早的就在我这高尸 真晦气 这位军也是 这位就是南城新都军 莫帅 我就说 谁这么威风 原来是我们都军 哎呀快里边请 里边请 老板 把你这里所有的姑娘 都叫 老板 把你这里所有的姑娘 都叫出来 好嘞 姑娘们 都出来吧 这就是你这儿全部的姑娘 是啊是啊 杜鹏您看上了谁 尽管跳 你这里有没有一个叫李翠花的 还没正式挂牌的过吗 李翠花 没有啊 杜鹏 你是不是记错了 你们谁是这只耳环的主人 亦或是 谁认得这只耳环 回都军 这个耳环 好像是我的 你的 是的 昨夜 不是遗失了 哦 这么说来 昨晚我睡的人 是你 可不是吗 都军 您昨晚真是太厉害了 你都弄疼人家了 我最讨厌别人骗我 我再问一次 这只耳环 到底是不是你的 不是 不是我 错觉我错了 是我一时鬼闭心窍 还问你大人 大人不计小人公 既然这里没有我要找的人 那我就先走 好嘞 欢迎下次再来 前南陈渡君 赵成皇 已经被抓了 昨夜给您下药刺杀 那个刺客 十五年前 南城城铺 赵成皇率军灭我莫乡满 今天 不过才还了一笔人 可我查到当年 是谁和他李外侯 大开了城市 还没有 那就继续找 是 那这李翠花 还找吗 李翠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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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鹃 那是 杜鹃 你是什么人 在都军府门口鬼鬼祟祟 你想干什么 这位军员 我来只是为了求见墨都军一面 你可知 你是都军什么人 找他有什么事 我来找他 是因为我爹被奸人构陷进了监狱 我实在没有办法了 只能来求都军了 你叫什么名字 小女姓方明思雪 南城锦绣阁方大海就是我爹 锦绣阁 昨天晚上我听说锦绣阁的货船上搜出了大烟 方大海被抓了 走私大烟 这个是要杀头的重罪 我爹这一辈子最狠大烟了 他绝对不可能做出这种事情 没证据就敢来告证 都军军务烦了 不会见你 这 这该怎么办 依你的姿色 各社晚上好好收拾收拾 说不定 都军 会让你进去的 既然如此 那我也没有什么渴求都军的了 多谢这位军员 既然这条路行不通 那就只能去张桥的婚礼上碰碰运气 都军 您这是这样刚烈的性子 是的 李翠华 这装修真的不错啊 这么大的 这姑娘真是好运啊 嫁给张老板 下半辈子吃穿不愁了 可不是吗 你们听说过呗 这新娘子 原本是锦绣阁的方小姐 可就在几天前晚上 她出门找小官 被张老板当场给抓住 找小官 我好像也听到了 这念过杨学堂的就是玩得开 不守妇呢 那新四人 听说方家当家的 就是因为买卖大烟被抓了 还买卖大烟 这可是犯法的 果真不是一家人 不进一家门呢 及时已到 请新郎新娘 一拜天地 且慢 思雪 这不是核心症吗 方思雪 你来干什么 我们已经结束了 你既然选择背叛我 我们好聚好散吗 你娶谁 跟我无关 我今日过来 是要回我的嫁妆 总共五千大样 你给钱 我立马离开 你 怎么 你我退婚 这嫁妆也是一并退还 合情合理 方思雪 你这个淫妇 你怎么好意思 跟我要嫁妆 是你师姐在先 哪来的脸啊你 这话应该由我来问你 你和我的丫鬟通奸在先 被我捉奸在床 现在 你烦咬我一口 贼喊捉贼 你简直是厚颜无耻 你给我闭嘴 方思雪 你怎么好意思说 你那些破事 我不跟你计较 那是我大度 别得寸进尺 看看你这疯婆娘 你这泼妇样 除了我 哪个男的受得了你 张琼 我最后问你一遍 这个嫁妆 是给还是不给 我也最后告诉你一次 今天这嫁妆 你一个子都不想得到 还有 风大海最好牢底坐穿 有无翻身之日 强哥 他有枪 放松 方思雪 你冷静一点 大廷广众 光电话有支枪 你要把枪伤人吗 你也想陪你爹 翻那海进去坐牢吗 张强 你可知道 这把枪的主人 是谁呢 这枪 好像是进口布朗尼 她一个姑娘 怎么会有这么名贵的手枪 你哪来的这把枪啊 这个 是都军的枪 乔哥 他怎么会有都军的枪 没错 张强 你现在把钱退给我 我可以饶你不死 方思雪 你还饶我不死 你一个食指不沾洋 吹水的千金大小姐 这枪你会开吗 你敢开吗 张强 你当真以为我不敢杀你是吗 四雪 你冷静点 你有什么话好商量啊 我们已经没有什么可商量的了 张强 既然你今天不肯退钱给我 那我就让你和这个杜鹃 一起给我下地狱去 我就让你和杜鹃 给我下地狱去 哎哟 小可我不想死 我不想死 我不想死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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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啊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糟了 这枪帽杯是假了 哈哈 想跑 在我会议上闹出这么大的事还想跑 来人给我捉住他 捉住他 放开我 放开 来人 给我放狗 张强 你疯了 给我放狗 怎么是他 光天化日的当街强巧民女 眼里还有没有王方方 哼 啊 我知道了 你就是方思雪的拼头是吧 昨天晚上 他就是去嫖你这个小白脸了吧 你胡说 我根本就不认识他 不认识 谁信呢 不认识他干嘛来救你 当我傻呀 哈一个小官能有枪 来人 把他也给我抓起来 你算什么生存 也敢动 哈哈哈哈 生命狂吧 第一次来南城 你也不打听打听我张乔 在南城商界是个什么角色 就算是他新都军 莫廷云来了 也得给我几分薄面 你也罢 那个 你什么狂什么 来人 给我就地打死这对肩负贫妇 我已经说过了 这事跟他没关系 帮他走 谁信 给我打死他 你敢 我有什么不敢的 你以为你是谁啊 莫廷云吗 哈哈哈哈 没错 我就是莫廷云 哈哈哈哈 笑死我了方思选 你这个聘头本事没有 装倒是挺会装的 啊 哎呦 这小关枪 枪挺好看 做的跟真的一样 啊 敢动我的东西 你想好了 你他妈狂什么 你再狂 信不信我一枪崩了你 张乔 我已经说过了 这事跟他没有关系 你不要错杀无辜 快放了他 你放心 就算给他一百个段子 他也不敢动 你别这样了 就算你是个军人 也是个大头兵 长乔没有你想的那么好对付 这里跟你没有关系 你快走啊 想走 哈哈哈哈 别急啊 今天你们一个都别想走 来人 先把这个小白脸给我拖下去 腿打断 乔哥 那不是独军的车吗 大胆刁民 竟敢对独军无礼 独军 哪呢 独军 你再说一次 我是谁 独军 放我下来 放开我 放开我 嗯 你 你真的是独军 你还不清醒吗 我信 谢谢你刚才救了我 我现在可以回家了吗 不能 为什么 怎么 当我的女人啊 这么为心 当然没有 您是独军 你说了算 从我身上下来 放我出去 你这女人够义 我喜欢 当我的女人 你爹方大海的五千大洋 我替你出 这是我家的事情 我自己会解决 不用麻烦独军 还有 我不是那种随便的女人 请独军自重 你 你别过来啊 我真的会开枪的 上回我的枪里梅子大 你都不敢开 这一次 我赌你照样不敢开 我 我真的会开的 那你开啊 别怕 等你当了独军夫人 我瞧你 独军 你没事吧 没事 我以前怎么没在公馆见过 莫廷云 叫出南城的兵权 不然我杀了你的女人 谁说她是我的女人 她可没答应 要做我莫廷云的女人 你 不在乎她的生死吗 再给你一次机会 要不要 当我的女人 我不要 那你杀了她吗 你们杀我完呢 我现在去开枪 要杀就快点了 我好事 可惜了 让你躲过这一些 方小姐 你要去哪 如今为你叫的医生到的 医生 对啊 您被狗咬了 得打狂犬疫苗才行 这个东西是国外进口的 国内很难弄到 打完疫苗就送方小姐回去 啊 您不是 就这么办 我好事 先走 小姐 你可算回来了 听说你被带回杜军府了 我还以为你犯事了呢 我没事 小姐 那老爷的事 有着落了吗 那五千大洋怎么办啊 阿湘 收拾收拾 准备开门做生意 啊 可是自从老爷出事之后 咱们店里现在也没什么生意 要不还是 锦绣阁是爹大半辈子的心血 绝不能放弃 有一单的钱就赚一单 总比好过我们在这里干着急 好 小姐我听你的 姐 你回来的正好 怎么了 我最近可听到了一个大消息 这个新上任的都军要摆清宫宴 要挑一百位青楼姑娘去陪酒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哎呀 我的傻姐姐 你想一想 如果你能混到这一百位姑娘当中 稍微出卖一些色相 然后呢 求求她放了咱店 这不就好了吗 方思明 如果你以后只会出这种馊主意的话 就永远别跟我说话 都出去玩男人了 装什么这几列女 真羞 过于艳俗 小姐 你在干什么 按照以往的经验 庆功宴可是重大场合 都军府一定会给这一百个姑娘定制衣服 如果锦绣阁拿下这批订单 那就不愁没有钱就跌了 就她了 阿湘 我们走 去哪啊 万花楼 老宝 那咱们就收好了 都军府那批订单呢 就交给我们了 啊 好 张老板还是有实力的 放心 方思选 你怎么跑这来了 难不成 是走投无路过来卖身 哟 这不是方大小姐吗 管事妈妈 听说都军府的庆功宴需要一批新旗袍 我身上的还有这一件 是我们锦绣阁新出的款式 您上眼瞧一瞧 嗯 你这身的确不错 蝶牙好看 倒是另一种风格 好看什么 素的要命 穿得跟掉丧眼 也是 比不上你 什么颜色都往自己身上套 俗话说的好 鸡就是鸡 五颜六色 还是鸡 方思选你 你别以为上次独军一时兴起救了你 你就能踩在我头上 方小姐 你认识独军啊 什么认识 不过是上次独军刚上任 顺手救了他一次而已 再说了 倘若独军真的认识他 方大海那个毒贩 他早就被放出来了 我爹他不是毒贩 方小姐 您来的不巧 这笔订单啊 刚给了张老板 您请回吧 管事妈妈 这庆功宴是高级场合 来的都是各界明流 张氏布装的旗袍过于艳俗 根本上不了台面 还请您考虑一下 当真 那方小姐 若这笔订单给你过了 方思选 你个人尽可福的贱人 你凭什么说我张氏艳俗 没错 方思选 今天 今天我都要看看 是谁上不了台面 你怎么了 独军 什么风把您吹来了 独军想到你这儿来亲自挑一些姑娘 好 好说 好说呀 独军 怎么回事 独军 你可得替我们小姐做主啊 是张乔为了跟小姐抢订单 不惜让人把他的旗袍捡坏了 太欺负人了 看来上次你还没找机器 独军 独军 你不能听进这丫鬟的一面之词啊 是不是 宝宝 这次你们七袍的橙质布装 定了吗 还没呢 独军 这不等您亲自过来过目吗 不用看了 就交给锦绣阁来做 这里没有你们张氏布装的事 滚 可是独军 少说两句 独军 你满意就好 我们这就滚 这就滚 走 走啊 怎么这副表情 难不成这笔订单锦绣哥做不了 当然可以 多谢独军 独军的恩情我难以为报 这何难报答呢 不如 庆功宴上 方小姐专门来陪我 如何 独军 请你自重 我是正经商艺人 不是出来卖的 怎么 我现在是你的金主 你难道 不应该听我的吗 如果独军是因为这个才和我合作 那这笔订单 我开玩笑的 别让我失望 方老板 这是五千块银票 不够再说 好 等等 独军 你有吩咐 谢谢独军 太好了 小姐 我们有钱了 走 去酒店 独军 怎么了 独军 当年与赵承皇里应外合 打开城门放赵家军进来的 贼子 查到了 是谁 是锦绣阁的老板 方大海 我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来人给我按住他 放开我 方思想 你不是喜欢钓银尘吗 你不是喜欢钓银尘吗 不是你还写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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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你放开小姐 你放开小姐 你放开 老宝 还要考虑吗 不考虑了 就你们张手不撞的旗袍 这还差不多 张乔 你就是因为没有本事 才会使这些阴险的手段 就算是这样 你又能拿我怎么样呢 算了阿小 我们走 爹 你慢点 老爷 爹 我的天老爷 老爷 你怎么成这个样子了 老爷 你 要是早两天救你爹出来 也不至于遭这么大的罪 我已经尽力了 我拿到钱就去警察局 我也没有办法 四 爹 对不起 爹 你别这么说 是女儿无能 是人不清 要不然你也不会 发的孩子在这儿呢 正好 赶紧叫货 怎么回事 那批被查出大烟的货 被海关给扣了 估计是来讨说法的 今天你们解销和我给个说法 我给砸了你们的电 就是 那批不了 我还等着用呢 现在你们货不交 钱不退 你们电大气一刻是吧 换钱 叫货 周围 朝安勿躁 我拿不到 谁跟你好好说 你一走的打烟 要我们给你买单吧 爹 小马 你赶紧带爹些回屋休息 别动 你干什么 还要自闯明斋是不是 你打人 你打人了 小姐 你没事吧 都给我住手 在人家家里大吵大闹 成何其走 还不快滚 你怎么来了 管家 谁让你把狗放进来了 方思雪 我是来帮你的 你就这样对我 你会这么好心 出去 我不需要你帮 哎 思雪 虽然你不守复道 但我还是很喜欢你的 不如这样 你嫁给我做妾 你家的事 我替你解决 嘿 你算个什么东西啊 让我给你做妾 乔哥 你没事吧 方思雪 你这个荡妇 乔哥愿意不计前嫌愿意纳你为妾 已经是够看得起你了 你才是坏女人 说明就是你先够计的张乔 还被小姐捉奸在床 这才生活没多久 孩子都要生了 你不害臊 你算是个什么东西 你敢插手我跟你主子之间的事 你以前在方府 只是给我提鞋的一个丫鬟罢了 她想怎么就不能说你了 方思雪你 我要杀了你 放开小姐 你放手 杜菊 杜菊你没事吧 怎么了 我的肚子 血 我的孩子 陈警官 就在里面 警察先生 就是他 就是他害的我太太刘产 你一定要还我一个公道 警察先生 事情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 你还在脚屁什么 就是他害了我的孩子 我要让他坐牢 我要让他偿命 我不要坐牢 小姐 我不会被敲毙吧 不管怎么说 人是你亲手推的 必须跟我们走一趟 抓起来 是 走 松开 走 一定要让他偿命 方思雪 我早就说过 你这个脾气迟早会出事 你看 阿湘就替你偿命了 你 你明知道是杜菊先动的 那又怎么样 结果就是 我的太太流产 是阿湘推的她 她一定要偿命 张强 你到底想做什么 嫁给我做妾 还有锦绣阁也要交给我 不可能 锦绣阁是我爹大半辈子心血 我绝对不可能交到你手里 好 我等着你来求我 陈队长 小姐 光小姐 你还有什么事吗 陈队长 此事事出有因 我们家阿湘不是有意的 您给个机会 保时金您说个数 我尽量满足您 好说 张太太是什么德行 我还是知道的 至于保时金嘛 也不多 五百大洋就行 好 我这两天筹够了钱 就给您送过去 好啊 最好你亲自来 最好晚上来 陈队长 方小姐 你咳嗽来了 想死我了 老婆 你怎么来了 没什么 正好路过 来给你探个班 你紧张什么 我 我是紧张你 这地方阴冷潮湿 给你露生命了 怎么办 陈队长 保时金我已经给你带过来了 我可以看看阿湘了吗 好 您跟我来 老婆 稍等一下 来 小姐 走 我接你回家 这还差不多 老娘请告你 少给我朝三暮四的 你放心 老婆 我对你绝无二心 还愣着干什么 自己嫂子回去 嫂子这边 把他们俩给我抓起来 陈队长 反正这个地方只剩下我们两个人 要玩就玩点刺激 不如就在这 我自己嫂子 我自己嫂子 都说你比这金龙的姑娘还老 本来 真没说错 臭女人 臭女人 逼我 我不知道你搞什么把戏 你以为我这警察对着 是白当的 转过去 转过去 我喜欢从后面玩 神开 你 赶紧给我转过去 是你对不对 是你 我答应你 我答应再给你 还不行吗 我答应你 我答应你 这个小丫头 今天晚上送给你 想这么玩 都可以 不要 你们不要动我 陈队 你有什么事情冲我来 欺负一个小丫头 算什么本事 好 只要你答应我 我可以放了她 好 我什么都可以听你 那你要先放了阿湘 送她回方府 小姐 不可以 都听到了 送这个小丫头回方府 不准到她一根喊吗 小姐 我不走 我要跟你在一起 放开我 小姐 小美人 不带你去我办公室 那儿宽敞 是你 是你对不对 我嫁给你 我嫁给你 还不行吗 我求求你了 汪思雪 这可是你亲口答应的 可不要反悔哦 好 我答应你 张老板 你看我这戏眼的如何 不错 有劳陈队长 陈队长 这是一点心意 来请您一笑纳 张老板 得归你提醒我 否则我的枪 就被她给夺走了 来人 扫阿姨太回府 杜君 承交洋房收拾好了 老夫人已经入住了 但是柳小姐一块来了 她怎么也来了 老夫人让我问您 什么时候迎娶柳小姐 在意 杜君 属下有句话 不知当讲不当讲 说 柳家在临省的势力 是越来越大 对您的江南省 也是虎视眈眈 江南省四通八道 港口和马桶密 向来是必争之地 是 老夫人让您 尽快迎娶柳小姐 也是情有可云的 杜君 听说方小姐 要嫁进张府了 给张乔当二姨太 你说什么 她嫁给谁 又喝了 是 属下多嘴了 撒 死死 血 张乔 你这个畜生 把一盒冷 把我女儿 给我放出来 爹 爹 你怎么来了 四姨 你怎么会 带张乔 给她做小 她 她可是个畜生啊 我知道爹 可是我没办法了 这不是岳父大人吗 好久不见呀 长乔 当初 你不过是个 不得是的穷书生 若不是思绪求我 我根本就不先看你一眼 你个白眼老 你 你不得好死啊你 老东西 你不仅上我张府闹事 孩子这里胡言乱语 如我清白 来人 给我打 爸 爸 别打了 别打了 小乔 我求救了你 别让他们打了 好不好 我都答应嫁给你了 你为什么还要这样对我爹 我求救了你 不要让他们再打了 好不好 方思雪 给我好好看着 你出身比我好上过梁学堂又如何 一介女流 最后还不是乖乖在家相夫教子 等我娶了你 再接手锦绣阁 你就什么都别管 就乖乖在家给我生儿子就行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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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久 你个畜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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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手 老不死的 我现在留你一条贱命 再怎么说 你都得亲眼看着他方思雪 嫁入我张家才行 哈哈哈哈 爸 爸 四雪啊 你今天终于要嫁人了 姐 你说你这都要结婚了 拉着一张脸做什么 这以后呢 咱们家和张家联省 这服装不比生意 岂不是会越做越大 别闹 前几日他回来 和否照我的吩咐 送他去医院 当然有了 你爹现在正在医院躺着呢 这医生说 再休息个个巴月就好了 哈哈 思雪啊 这事已至此 你呢 就老老实实嫁了吧 啊 哈哈 阿湘 你怎么又回来了 怎么了 是不是爹 出什么事了 小姐 太太刚刚是骗你的 老爷 老爷他已经走了 怎么回事 不是已经送去医院了吗 你说呀 到底怎么了 我爹 那天老爷挨了道 浑身是血的回家 后来 后来第二天早上 他就在墓里上枪走了 太太吩咐我们 谁都不准给你提 只有等你成婚之后 才能告诉你 可是 可是我爹老爷不值 这是那天 我在老爷屋里找到的 是老爷留给小姐的 思雪 是爹对不起你 爹成了你的负累 如果不是我 你也不会被那个畜生威胁 爹不在了 你也就不用有所顾虑了 张强 我定要将你千刀万剐 其实已到 一拜天地 二拜高堂 夫妻对拜 方思雪 你个疯婆娘 杀人来了 杀人来了 来人 给我抓住他 别人跑了 快跑 快跑 走起来 给我追 杜鹃 老夫人请人算过 这个月初八是吉日 想把您跟柳小姐的婚期定了 您看呢 都听她的 过几天柳小姐还要搬来都军府 对了 还有一事 昨天方大海在方府上调自杀了 就这么让他死 到底是便宝费 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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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住 别让他跑了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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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跑 杜鹃 那个好像是方小姐 莫婷 莫婷云 今天是你的大喜日子 我好好拜堂 出来乱跑什么 你干什么 莫婷云 不要做你的女人 你当我是救货事成 你送上了 我就得收 莫婷云 你就再帮我最后一次 我救你了 事成之后你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 是吗 但是很可惜 我现在改出一篇 我对二手货没兴趣 尤其是像你这种 稍微动的手段 试试好就上钩的女人 我更没兴趣 你要我做什么 你才愿意 这是你的加持 跟我有什么关系 不过对你略是善意 就以为自己能去独军府 莫婷云 我求你了 这样你能够帮我 下车 不要 不可以 不管是吗 不要 别逼我动手 莫婷云 我求求你再帮我这一次 祝福过 莫婷云 求求你 求求你 莫婷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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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思识 你个奸人 你敢伤我 等会我就让你知道 什么事叫天天不应 叫地地不离 给我拉回府 杜芳 是 爷 对不起 是女儿无用 不能为你报仇 杜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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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的女人 难道你光剑化日之下 要抢取豪毒吗 我就是抢取豪毒 你能奈我 这不好吧 杜芳 你是自愿嫁给他吗 没有 我不要嫁给他 听见了 这个女人欠了我一笔债 在他没还清之前 谁都不许动他 杜芳 杜芳 整个南城都是您的 您说什么就是什么 更何况一个女人呢 这事事 扶我起来 起来 毒 毒君 方思许 今天是我救 以后你这条命就不再数 你的生死 也只能由我数了算 明白 好 我只求张府上下不得好死 只要毒君肯帮我 从今往后 我的一切都是你的 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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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夕阳的睡袜穿在你身上 果然别有味道 莫婷云 你想做什么 你现在已经是我的色物 那就来履行你的衣物吧 过来 取并 我 怎么 不愿意 那我让周副官现在送你回张府 没有 我只是不太会 我会 那我来教你 只要这一次 你记住 太太 老爷取方思雪没取成 什么 没取成 是啊 只知道方思雪逃走了 老爷去追没追回来 这样也好 最好是死外边 别回来了 只不过 这样一来 乔哥吞并锦绣阁的计划 岂不是要泡汤了 下去吧 杜鹃 你们张老板呢 干嘛 我爸这不是走了吗 我呢 就来找张老板 合计合计 这锦绣阁出售一事 什么 你的意思是 你肯把锦绣阁卖给我呢 这是地契 你赶紧去把张老板叫下来 我呀 和他再合计合计 好 我这就叫他去 少爷 这可是老爷大半辈子的心血 你就这样轻易卖了 还是卖给张乔那样的人 这有你说话的份吗 我一边去 姐们 谁说要卖掉锦绣阁的 我不同意 小姐 思雪 你这死丫头这几天跑哪去了 方思雪 你一个逃婚的 怎么还敢回来 还打扮得腰里腰轻 我看你是又想勾引谁 小姐 我劝你嘴巴给我放干净一点 思雪 你说这逃婚没说你什么 你怎么一回来还打人呢 你这个畜生 爹刚走没多久 你就迫不及待的要卖掉锦绣阁 我要不是看在你身上 留着方家的血脉 我今天就打死你不成 方思雪 你童谣又在犯什么病 你谁了 周副官 对我们方小姐客气 若是她受了伤 我回都军府 不好交代 武军 乔哥 方思雪 他打我 方思姐 街内有眼不识泰山 冒犯了你 你来我们店铺 要买些什么呀 周副官 你给我送 是 送 你们干什么 不要 不要 就算你们是都军府的兵 光天化尔之下 强闯命战一生 没有王法的 张乔 不要想到有一天 你也会要求 蒋王法 姐 怎么攀上了都军 这样的关系 都不跟我说一声 拿了 帝气 姐 弟弟我呀 最近这手头 也有点紧 滚 滚出去 和陈宇两个人 不要出现在我的视线内 方思雪 我可是你弟弟啊 当初在方府的时候 我和我娘可没回答过你 但是爹还在的时候 爹已出事 你们两个人的嘴里 我算是看清楚了 你 我 阿湘 你不用走 今后 跟我一起回都军府 真的吗 谢谢小姐 谢谢小姐 瓜哥不干 这是在张家仓库里 发现的大爷 不可能 不可能 我家怎么能有大爷呢 你陷害我 现在这些大爷都是从你的仓库里搜出来的 有目共睹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怎么回事 那些大爷怎么还在 昨天晚上 我不是让你移到城郊边去了吗 对不起 乔哥 对不起 我昨天晚上忙忘了 就一直放在仓库里了 谁想到这个小君儿 他今天来这么一车 我说怎么张势不装 一下子扩张到这么大的规模 看来里面不少钱 都是你们大爷赚来的脏钱 冯思雪 你 来人 把这两个人收押入监 听后发落 不要 饶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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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你饶了我吧 哼 你拿得正好 平时连枪都不敢开 这次 朕也想开用心 别人的我不管 但是张乔的 我必须看 思雪 不 小姐 方小姐 我求你了 我是被迫卖大眼 我 我不是有意的 不关我的事 不关我的事 臭婆娘 我卖大眼的钱 你没想活 你在这儿装什么 不急 你们一个个来 好想来 你看 不用啊 思雪 思雪 杜军 你还有脸说 张乔 恨不得你千刀万剐 不用啊 看我 你好好看看 我先死了 我发现 你的胆子好像大了不少 又想玩墙 墙 来 我教你 思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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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想死 我不想死 你杀了我吧 我不想死 你别开枪 我不想死 瞄准目标 口中乱七 我不想死 学会了吗 学会了 思雪 思雪 你不要杀我 我只想赚钱 我赚钱也是为了给你更好的生活 你别杀我 你别杀我 我不想死 张乔 你当初做那些破事的时候 我应该会想到你有金钱 我不送你下地狱 你都不可能原谅我自己 我不想死 你别杀我 我不想死 请请你 不要杀我 至于你 你既然喜欢偷人 那就回青楼去吧 以你的姿色 应该可以卖跑掉去 你不能这么对我 你不能这么对我 满意了吗 嗯 还行 开枪 好像也没有那么恐怖吧 嗯 独军 你不介意 我再练一练枪吧 你不会真的以为 我要向你开枪吧 嗯 给你 方思雪 我可真是 越来越忠于你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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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思雪 冷静 怕这样的人 不是你能想的 这身穿在你身上 倒是别有一番为你 说吧 都军让我穿成这样来摆乐门 是想让我做什么 跟我来 呵呵 千国都军 我是新上任的海关总长 钱复 我知道 这是我送给钱总长的上任礼物 你看喜不喜欢 喜欢 我呀 可太喜欢了 是不是方家大小姐 方思雪 方思雪 就是那个走四大宴被抓 毒贩方大海的女儿 嗯 还浪着干什么 啊 去给我们倒酒 都军 是第一次来我们这南城百乐门玩吧 上任以来军务繁忙 的确是第一次 那我呀 可要带着都军 好好玩上一番 好 怎么玩 都军有所不知啊 这百乐门的姐妹啊 只要钱给够 那倒是见钱掩开的主 让他们脱衣服也行 是吗 玩得这么滑 杜军不信 那我给杜军表演一番 来 四雪 这是外国进口的红酒 来 喝一个 好 好好好 好酒量 来 给我喝 喝啊 继续啊 不 真的不能再喝了 四雪啊 你这个酒量 怎么做赔酒啊 不行 真的不行了 装什么 不就想要钱吗 这里有两千块的大洋银票 你呀 脱一件衣服 我就给你五百 怎么样 钱夫你 钱总长让你脱 你没听见吗 好 我脱 好 五百 来 继续 继续啊 这还生一千呢 这还生一千呢 就做了不错 我脱了 你 就做了不错 我脱了 这还要叫你 我脱了 你呢 好 我脱了 如果有消息 我千副啊 好久没见过这么极品的美女了 这 这还是五百呢 好了 我好事 失陪了 放在我 你现在归我了 美人 放开 不要 给我抓住他 别让他给我跑了 放开我 放开我 好啊 你不是挺能跑的吗 怎么不跑了 小美人 现在你是我的了 来 美人 这个是好东西 好这 让你遇先遇死 来 喝 陆军 难道真的不管方小姐了吗 不管 我天忆救命 方天忆 我天忆 我天忆救命啊 出去 你真是作甚啊 捞出去 闭 是 好烫啊 我要走了 方思雪 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 钱从家不要 还想着幸福 摩天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为什么 为什么 方思雪 这都是方大海欠我末家的 复战女长 天经敌 什么战 你好好看清楚 我是谁 我情依然 我愛你 杜君 您与柳小姐婚期将近 我觉得还是与方小姐保持距离比较好 如果这事让夫人知道了 又要责罚您 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杜君 方小姐是不是未免 有点太无辜了 当年方大海和赵家军里面外合 灭武莫想满了 她根本不无辜 是他 原来那天那个可恶的男人是他 你醒了 你怎么出来了 莫婷云 我爹和赵家出了生意上的往来 没有任何其他的交易 我不管你在调查什么 但是我爹清清白白 好一个清清白白 十五年前 赵承皇率局围困南城 若非你爹跟他领外合一毛入室 我墨家军就不会死伤待机 我爹 也不会伸中酒枪 保释接头 我爹他就是一件商人 从来不参与君整 一生坦当 你刚才说的那些 他根本就不会做 坦当 你爹就是死得太轻易了 我就应该让他亲眼看看 他的掌声明珠 是怎么被我自己玩怒 莫婷云 你混蛋 我原本就还觉得你是一个好人 现在看 你和张乔 没有什么区别 要去哪 我说了 你是我的所有 没有我的允许 你哪都不许去 放开我放手 跟我回家 你放开 放我下来 云云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你们看到的意思 周副官 给我安排一件事 是 云云哥哥你 云云 我不允许 你带这个女人 回东军府 苗 你放心 不会去行刑的 但这个女 我也必须带回 你 哎哟 哼 今日府上人都不在 真是很安静 你忘了 今儿初八 是咱都军跟柳小姐成亲的日子 他们都去墨家祠堂给都军操办婚礼了 真的 都军府的婚礼肯定很盛大 说的我都想去了 你们两个在这嘴吹什么呢 没事做吗 小姐 小姐 你醒了 怎么样 好些了吗 好多了 小姐 你现在 可不能随便乱动了 你身体现在 不止是你一个人的了 你 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昨天 都军府来给你提起 医生告诉我 你有喜了 你说什么 不过 以你现在的处境 绝对不能让老夫人和大太太知道 你怀了都军的孩子啊 所以 我拿了一点小钱 收买了医生 让他谁也别告诉 我怀了莫群云的孩子 那你要告诉杜军吗 你说 如果杜军知道你怀孕了 会不会对你好些呢 先别告诉他 这个孩子能在我肚子里待多久 还不知道 呸呸呸 小姐 我不允许你这样咒自己 总之 你现在 各说的要小心些 都不能再受寒了 知道了 老夫人也太过分了 也不给你留个厨子 就给你留下那两个粗屎鸭 丫头 本来还想要厨房 给你做点补气血的 现在什么都没有 没关系 有你陪我就够了 嗯 阿湘会永远陪着小姐的 嗯 莫婷云你要干什么 莫婷云你混蛋 阿死萱 阿死萱 别动 莫婷云 今天是你的大婚宴 你应该去陪你的杜军夫人 我才是这杜军府的主人 我想睡哪里 就睡哪里 莫婷云 你真的要这样羞辱我吗 你的命现在是我的 你现在只是我的一个亲 方大海应该死也不会想到 他的宝贝女儿 现在竟然弄到我手里了 祈父给娘亲请安 请娘亲喝茶 好好好 快女儿 快到娘这儿坐 弄着干什么 过来去床 给我借着 借就是低人意的 以后倩倩想怎么使唤你 就怎么使唤你 你不需要半句怨言 既然老夫人不喜欢我 又看不上我 多军何必把我留在这儿 不如把我赶出独军府 我与独军府再无瓜葛 这是什么态度 好一个目中无人 不知脸书的业丫头 给老夫人道歉 我没错 无道歉 好 无道歉就说服了 去院子里跪着 你 要么道歉 要么跪 天气这么晚了 寒气越来越重了 你快点进去吧 没有独军的允许 我是不会进去的 独军已经准备休息了 你还是先进去吧 等明天早上 我跟他说你跪够了 周副官 你的心意我领了 好吧 莫天宇 你可不能轻易对这个女人心意吧 如何 方小姐不愿意 我照您的指示 暗身跑几回 但她非要说 得跪够时间才起来 真是个敬重 杜军 要不直接奉您的命令 给她拽进来 不必 她不是喜欢贵女 那就让她跪着 是 杜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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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求您饶了二太太吧 她已经在雨里 亏了一夜了 她不是你愿跪着也不道歉吗 那就让她跪 不行的杜军 二太太身子本来就弱 如今又怀有身影 她扛不住的 杜军我求求你了 杜军 杜军 杜军你接见了杜军 杜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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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多好 爹他就是一件伤人 从来不参与君证 朱军他怀有身孕 他扛不住的 朱军 你醒了 我听阿仙说你怀孕 可有此事 没有 他骗你 方思许 你到底有没有怀孕 老师回答我 我说了 没有 就是没有 既然没有了 那这些特效西药 你就都吃了吧 你出去 方思许 你今天 必须把这些药都吃了 乖乖的吃完我就走 莫婷云 把我修了 你说什么 我说 你把我修了 或者 一枪打死我 方思许 你以为你现在有什么地位 跟我求死 既然你认为是我爸 还害死你爸 为什么还要把我留在这 你不如一枪把我杀了 多痛快 哼 想死 没那么容易 你的命是我的 你的生死 也都由我 说了 快 喝 今天只要 你喝也得喝 不喝也得喝 这才怪吗 你好好休息 清清 谁让你救我 我室 清云哥哥 你这两天没有休息好 可以让我过来陪陪你 谢谢 不用了 你回屋去吧 清云哥哥 我们都结婚这么久了 你都没有碰过我 甚至 都没有来我屋里过过夜 出去 清云哥哥 出去 莫清云 你这样对我 老夫人知道了 是不会放过你的 那你就去跟他告证吧 莫清云 滚 放肆些 你这个贱人 怎么还不死 哪个伤害的 这个 小姐姑娘 这好像不太好吧 要是都君知道了 不会生气吗 生气什么 二太太犯了那么大的错 都君都让她在雨里跪着 老夫人也不喜欢她 可巴不得她死 等我家小姐成为都君府真正的女主 好处少不了了 那就多谢 小姐姑娘也罢了 谁 谁在那 真是好险 差点就让她坏了大太太的好事 大太太的吃药时间也快到了 就由你去给她送 好 上回让你重查南城奸细一事 可我先说 暂时还没有 杜君 为何要重查 我只是觉得 或许当年方大海开城门一事 另有引擎 但我不确定 什么事 兴许有老鼠吧 兴许有老鼠吧 这个点她开车 也不知道送过去 杜君 属下过去看看 怎么锁起来了 你没有人 直接把门中了 是 阿湘 阿湘 是谁把你把门占了 肚子 什么情况 快快去叫做二太太 让太太命人给二太太下了毒 刚刚那个药已经被断过去了 咱们快点就来不及了 千万不能让二太太喝下那个药 啊 阿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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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爷 娘 是女儿无用 女儿也想好好活下去 但是老天爷好像并不这么想 小姐 小姐 那药你喝了吗 小姐 那药你千万不能喝 你要被小玉都给我收招的 小姐 方思雪 开门 我命令你开门 方思雪 思雪 那药你不能喝 听话 朱军 让我来 思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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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毒副官 备冲 去医院 是 朱军 确实生病 亭云哥哥 刘七星 要是方思雪这次出什么意外 我一定让你给他赔命 沐亭 我才是你的正房妻子 你居然这样对我 就不快被我爹知道吗 沐亭 医生 医生 他怎么样了 还好病人送来得及时 他体内的毒素都排得差不多了 但是 他肚子里的孩子 没保住 流产了 什么 流产 是啊 你不知道你太太怀孕了吗 都快一个月了 还淋了雨 就算正常人都遭不住 何况她这么年轻的一个孕妇 思雪没骗我 她说的都是真的 她怀了我们的孩子 我都对她说了什么 杜军 属下有罪 请独军责罚 杜军 属下骗了你 当年给赵承皇 打开城门的那个戏作 并非方大海本人 说什么 老夫人一直让我监视您身边的女子 当她知道了方小姐的存在后 这么巧 方大海生前 与前南城都军 私交甚好 于是 便让属下编了这个谎话 来骗您 总之 我提醒你上来做我的副官 你就是这样报答我的吗 把我置于何地 我都对她做了什么 杜军 属下有罪 但老夫人的命令 我也不敢违抗 我知道 我辜负了您对我的期望 方小姐如今成了这副模样 我也有责任 要杀要挂 周某 绝无怨言 你最好祈祷 我们思绝能平安都不威胁 莫测 我要你们所有人 给他和他肚子里的孩子 培葬 思绝 你快起来 睁开眼睛看看我好不好 莫婷 莫婷 思绝 思绝你醒了 感觉怎么样 有没有哪里不舒服 我居然没有死车 莫婷 莫婷 你什么时候才能放过我 思绝 思绝对不起 你不要离开我 求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又在我身边好不好 宋思绝 你还真是阴魂不散 给我死 云云 你怎么 娘 收手吧 你已经把思绝害得够惨了 还留掉了我们的孩子 就算他真怀上了又如何 这孩子绝不能生下来 那可是您亲孙子 娘亲 你怎么能如此狠心呢 我狠心 你这个不孝子 你别忘了 当初你爹是怎么 害死我爹的并非孟大海 而是另有其人 我已经知道了 你休想在拼我 周副官 你 老夫人 我不能继续再做这种 魅良心的事了 我这么做 还不都是为了你 请不说 这方思学 那家事背景 都配不上你 你还想不想守住你的南城 都将难省了 我让你去柳青青 是想着 你跟柳家可以强强联手 一头 难不二手 谁知道 你竟然和柳青青 盗翻了 你 你真是气死我了 你 与柳家交好四岸是好 但就算交不成 我也曾未怕过他们 娘亲 你何时变得如此猥琐 那这好不容易 又回到了我们手里 绝不能再丢了 你现在得罪了柳家 就是在找死 你知道吗 回大局 你这两天必须再去一趟柳家 今次把柳青青给我哄回来 你这哄回来 那样恶毒的女人入了我牧家 那才是真的有辱门眉 你 柳青青把方思学害成这样 我绝不会放过她 周副官 去写一封修书 连夜送到柳家 她就是要打 随时迎战 你 青云 你 好爱好爱 南城都军莫 亭云率兵围剿 东江省都军柳山海 请半个月便取得柳山海首级 柳家军溃败逃算 好爱好爱 莫率要成南部总都军了 青云哥哥 青云哥哥 我知道错了 你别杀我 你别杀我 我不是故意害方思学的 我只是 也是被嫉妒蒙逼了心智 你串通老夫人七妹 害死了我和思学的孩子 我杀你千匹 都难解我心头之痕 不要 我不想死 都军 不好了 又怎么了 夫人呢 她去哪里了 夫人她跑了 跑了 跑去哪里了 夫人有话说 她没有嫁给你 谁都不能把她困在都军府 于是她就回家了 今晚的庆功宴也不参加了 杭你个方思学 这么玩是吧 杜军 要不我把她抓回来 抓什么抓 你用强的 就算把她抓回来 还是得跑 不许伤着她 那怎么办 要不换个夫人 想什么呢 以后都军府的夫人 只有她方思学 你给我客人 席配记号 是 都军 至于让她怎么回来 我自有关 方思明 账本 我前几天刚进的 段子和丝绸呢 这库存 怎么都清空了 卖了 卖了 这批货刚到不久 怎么卖得这么快 就是都卖了 方思明 你是不是又偷偷 把货低价抵出去换钱了 天地良心 我真没有 姐 我好不容易洗心革面 你可不能这样诬陷好人 再说了 账本不在你手里 我可都是以张家卖出去的 真是 谁这么大手笔 有没有留下姓名 好像姓周吧 你就别瞒她了 就是那个都军府的周副官 方思明 到底怎么回事 什么怎么回事 那人家周副官 想买东西 店里买东西 不能拦着不让人家买啊 是吧 有钱不得 王八蛋 周副官 您来了 这次要买些什么 刚才我在门口 就听见你们在说我 怎么了 没有没有没有 就是说你最近手臂比较大 今天你们锦绣阁 又进了什么新货 有 这上周 刚从四川运回来一批 上好的鼠袖 要不拿来给您瞧瞧 不看了 有多少 我全包了 周副官 都军的好意我都心领了 真的没有必要这么铺张浪费 方小姐 您就别为难我了 都军都说了 今天这笔钱 不全花在你们锦绣阁 回去就要枪毙我 方小姐 你就当是帮我个忙 求你了 好吗 傻丫头 会不会做生意 那个周副官 您先回都军府 这货呀 我稍后送到府上 好 周副官 慢走啊 姐 你说这都军对你这么痴心 这个周副官都下军令状 考虑一下 就是 现在末帅是两省都军 统领整个南部战区 这多少名员 争着嫁进独军府 倒好 还给人装起来 不是说过不能再提他的名字吗 你们俩 谁再提 就扣你工钱 不提了 整个方府啊 现在你最大 我们都听你的 怎么了 都不用做事的吗 看着我干嘛 姐 你要不 自己出去看看 四星 你终于肯见我了 四星 莫婷云你在干什么 这么多人不嫌丢人了 丢人和失去你比起来 还是厚着更可怕 哇 墨帅好痴情啊 那女的什么来头 竟然能让两省多军 给她下棍 可不是 东军 你赶紧起来吧 你这不是要折上我们吗 不起 四星不跟我回去 我就不起 先起来 你先答应我回去 好 我答应你回去 好 干什么 这么多人看着呢 那就让他们看着 这样全城的人都知道 你方思绪 是我莫婷云的 思绪 我特地让厨房做的 都是你爱吃的 西藏 打开看看 你是读过杨学堂的 是 应该知道她的意思 你 思绪 这是我特地让人从法国定做的 初心嫁给我一次 我要给你办一个 风风光光的婚礼 让你名正言顺的 当上独军夫人 好吗 嗯 好 太好了 你终于同意嫁给我 你 方思雪 你愿意嫁给莫婷云 成为她妻子 爱她 忠诚于她 直至死亡 将你们分开 我愿意 莫婷云 你愿意娶方思雪 成为她的丈夫 爱她 忠诚于她 直至死亡 将你们分开吗 我愿意 个人 什么 是不是 我愿意 豆腐 不是 我们 我们 我愿意 我们